這不是鱷魚的眼淚 因為這整部影片 道歉影片當中 他根本沒有流眼淚 是完全沒有眼淚 而且沒血沒淚 從19號到22號 他是最後一個出來道歉的 完全不承認自己是錯誤的 完全不承認自己是霸凌者 從19號的何佩山 楚龍泰的20號 這到賴清德今天22號 哇 所有人都道歉了 就你謝怡榮 在這個20號的晚上 僅僅透過你的聲明 跟律師聲明 講說啊 這個你的領導風格 不是造成這名無姓工程人員 走上親身這條路的直接原因 你完全不承認 你對下屬有任何霸凌的形式 謝怡榮到底哪來的底氣 多大的官威啊 啊 這個沒有辦法嘛 因為他上面有人挺嘛 他上面挺他人叫許明春 那許明春誰挺的 陳菊挺的 那陳菊誰敢碰 賴清德就是不敢碰 我們的謝怡榮 馬上就上傳了這支7分鐘的道歉影片 那當然很多人問我說 其實你怎麼看這一次的這個道歉影片 會不會有網友就講說 這個是所謂的鱷魚的眼淚 我跟大家講 這不是鱷魚的眼淚 因為這整部影片 道歉影片當中 他根本沒有流眼淚 所以根本不是鱷魚的眼淚 是完全沒有眼淚 而且沒血沒淚 好不好 謝怡榮這個道歉影片 7分多鐘 叫沒血沒淚 並不是鱷魚的眼淚 說鱷魚的眼淚 我覺得還太抬舉他了 那當然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謝怡榮這次要出來道歉呢 來我跟大家整理一下 這個其他人等的道歉的時間軸 我們的前勞 算前勞動部長了吧 因為他今天早上 這個卓榮太準詞了 前勞動部長何佩山 在19號勞動部的記者會 他跟次長一同鞠躬道歉 這是19號禮拜二的時候 何佩山第一個道歉 再來是卓榮太 現在到了20號 他開了一場記者會 也是馬上鞠躬道歉 再到了賴清德20號 同樣在卓榮太道歉完之後 在臉書他也道歉了 一直到了今天的早上 他又再次的現任道歉 也就是說呢 包含從19號的何佩山 卓榮太的20號 再到賴清德今天22號 哇 所有人都道歉了 就你謝怡榮 在這個20號的晚上 僅僅透過你的聲明 跟律師聲明 講說啊 這個你的領導風格 不是造成這名無姓工程人員 走上親身這條路的直接原因 你完全不承認你對下屬 有任何霸凌的形勢 哇 很多人問說啊 這個謝怡榮到底哪來的底氣 多大的官威啊 啊 這個沒有辦法嘛 因為他上面有人挺嘛 對不對 他上面挺的人是誰 我這幾天如果有看我節目的 就知道嘛 他上面挺他的人 叫許明春 那許明春誰挺的 陳菊挺的 那陳菊 誰敢碰 賴清德就是不敢碰 所以呢 這樣子的局戲 共犯結共這樣下來 這樣大家聽得懂了嗎 謝怡榮 因為後面有靠山 有八股 八股夠強 所以呢 他可以在 何佩山 但卓榮太賴清德都道完歉之後 他才勉勉強搶 勉勉強搶 拖到了今天22號 從19號到22號 他是最後一個出來道歉的 結果那支影片 你看下來那7分鐘 我們等一下來 慢慢的剖析 他那一整段7分鐘的影片 到底他說了什麼 那他到底又有多假 完全不承認自己是錯誤的 完全不承認自己是霸凌者 他通篇他只認為說 確實他的管教他的管理 是有適當的 但問題是 這名無姓的工程人員 會走上親身的這條路上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霸凌者並不是他 大家聽得下去嗎 大家今天如果今天早上 有看到今天謝怡榮的這段影片 各位 如果覺得看不下去的 刷111 看得下去的刷22 我相信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留言的狀況 好我們來先看一下今天我們來開始先 第一part就來剖析 我們的謝怡榮 這個影片到底是不是所謂的沒血沒淚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北分數的分數長謝怡榮 今天 要為了北分數 親身同仁 以及 社會矚目的案件 以及社會矚目的案件 跟社會大眾 至少12萬分的 抱歉 非常 對不起大家 好這個是他第一次鞠躬 來這段畫面我們看到了 他說啊 我是北分數的分數長謝怡榮 從今天 然後開始哭嘛 那問題是來我們再重新看一下 他剛剛有哭嗎 他有哭嗎 他完全沒哭你知道嗎 他完全不覺得自己做錯了 好不好 所以他完全哭不出來 好那再來看第二段 這幾天 請問一下他說這幾天 他開始在那邊汙嘴 我問你汙嘴是什麼意思 他不要讓大家看到他的心情嘛 因為對他來講他 對於這一次他注資的這個道歉 他是有備而來的 他就是要演一場戲給大家看 他並不是 他這段影片並不是 要跟走上親身這條路的家 這個無姓工程人員的家屬 做道歉 他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做了這個動作了 那你們原不原諒是不關我的事 我已經做了 OK 我做了這件事情 你們就不要再責備我了 我也承認我自己在管教上面 是有適當的 但是問題是 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只是旁觀者不是霸凌者嗎 對不對 會不會太誇張 我們繼續看 為什麼沒有出現 是因為 是因為 非常的悲痛 也非常的自責 也深切的檢討 因為個人的言行 領導方式 管理方式 溝通方式 好我繼續講 這段過程是發生什麼事 來 他在他的這個前幾天的道歉聲明上面 他有任何承認他自己在管教方式 是有不當的作為嗎 完全沒有 那再來是他今天這樣子道歉 真的有發自內心嗎 也完全沒有 好 那當然啦 這段過程我要往後拉 我覺得最誇張的是這一段 來聽一下 事情 擠讓同仁在工作上 有心理的負擔不安 擔心 我非常非常的自責 我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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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親身 離開的同仁 表達 對不起 我沒有 及時 發現 及給予協助 我非常 對不起 我的親身 離開的同仁 他說 我必須向親身離開的同仁表達 對不起 我沒有及時發現 及給予協助 我非常對不起 我的親身離開的同仁 請問一下他在講這句話的過程當中 他不覺得哪裡有問題 各位 謝怡榮是霸凌者 我講了很多次 他這句話講說 我沒有及時發現跟給予協助 非常對不起親身離開的同仁 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他是在旁邊的長官 我是在旁觀者 我並不是霸凌者 所以他到現在他今天的七分鐘的影片 到現在還在推偉卸責 還不認為自己有問題 這才是最悲哀 這最可悲的一件事情 那剛剛我看到網友有人在講 他做這個道歉有用嗎 對不對 走上親身 罹難的這個 無性的 這個工程人員 他的家屬 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也很想知道調查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如果我們按照之前各種相關的傳聞 當然今天也有人證實了 如果早在23月 就已經有類似的事情在 這個北分署裡面發生了 霸凌也好 不當領導 不當管教也好 如果當時 有人願意揭露出來 有人願意把他公諸於世 請問一下 會有 如今還會發生這種不幸的憾事嗎 對不對 不可能嗎 所以很明顯的嘛 這7分鐘的影片 他完全沒有想要認錯 他完全不覺得自己有錯 這才是我覺得這段影片 最悲哀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人問說 那他到底哪來的勇氣啊 誰給他的勇氣啊 其實他也 他會做這個道歉 其實講真的難聽一點 要怪 就怪這個許明春 昨天出來受訪 他說他當部長的時候 沒有掌握到 這種霸凌的這個狀況 所以許明春為了他的選舉 拋棄了他的玩伴 在勞動部裡面的玩伴 謝宜蓉 他選擇切割了 讓謝宜蓉想說 我沒有這個 我沒有許明春挺了 那我該怎麼辦 所以他不得不出來道歉了嘛 對不對 那不然為什麼第一時間 謝宜蓉不是出來道歉 是因為身心靈的影響 所以他選擇出國 然後呢再透過聲明 譴責政府 再透過律師聲明 說霸凌都跟他無關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嘛 這樣子的影片 你說家屬能接受嗎 這樣子的影片 你說社會大眾能原諒他嗎 不行嘛 所以我就講啦 謝宜蓉啊 不要在那邊裝了啦 好不好 我直接這樣講不要裝了啦 大家跟我講說啊 什麼眼淚眼淚 他根本就沒有眼淚 他因為他沒血沒淚 那面對這種人 需不需要譴責 需不需要好好的調查 我覺得需要啊 對不對 我覺得類似這樣的霸凌事件 絕對不是第一個 勞動部可能只是起頭 相關的機關 相關的部會等等 一定還有類似的案子 那要不要趁著這一口氣 要把所有案子都翻出來 好好的審視一遍 好好的去盤點 有沒有這些狀況 否則這樣的邪惡的這個 這種不對稱的這種管教方式 請問一下 誰能接受 誰看得下去 對不對 唉 越看越奴 越看越傻眼 那因為今天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我覺得現在最誇張的事情是這樣的 原本 來 原本今天的早上照理來說 我覺得今天也是 不知道是整命的規劃 整命的計劃還是怎麼樣 我認真跟各位講 原本在 這個今天是22號 在20號的時候呢 我們當時的勞動部長何佩山 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呢 就有承諾委員說 要在今天禮拜五 也就是22號的早上 22號要帶著謝宜榮出來跟大家道歉 當時他的承諾是這樣嘛 禮拜三嘛 這個20號的時候嘛 那結果沒想到 結果你看今天早上 哇 這個人事令喔 跑得比誰來快 今天早上 何佩山 就被卓榮太準詞了 他等於他不是勞動部長嘛 他不用再出來面對鏡頭 不用再出來面對媒體嘛 接下來就是面對 檢調的調查嘛 看看有沒有獨職的狀況嘛 不管謝宜榮也好 何佩山也好 都是這樣子嘛 那原本是這樣子 來 現在大家擔心的是什麼 現在擔心大家的問題是 欸 結果咧 那何佩山扛了 何佩山下台請辭負責了 那後續的調查 我問一個問題 他們可以逃避嗎 他們逃得出去嗎 對不對 調查結果準備就是要開始要調查了 請問一下 不管何佩山也好 許明春也好 或者是這個謝宜榮也好 哪一個可以躲過調查 沒有辦法躲掉的 所以我就講嘛 現在喔 這是要看似喔 這個我們的政院喔 我們民進黨喔 勞動部也好啦 原本看似 整密的計畫跟規劃 結果在一時間之內 一時間之內 馬上的瓦解了 馬上的崩盤了 真的是有夠好笑的 那當然啦 現在喔 也有一些 就是這個北 北分署裡面的員工喔 跟他的這個同袍 對他也是感到的 非常的不捨 那其中他有 留下兩封書信啦 我唸給大家聽啦 一封是來自給同事的 他說那同事就說啦 裡面的內容都是 滿滿的感謝 那裡面沒有提到任何 被霸凌或被誰霸凌 但明眼人都知道 OK 這個無姓的工程人員 為什麼會 他會想不開 那再來是啦 這個無姓這個工程人員喔 他是說被發現 在關公室死亡啦 那網友表示說 無姓同事死前還拼命的 完成工作 可能是有可能又被退文了 長官叫他週一要交 但他不想面對長官被罵 所以命都交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這個 號稱喔 捍衛勞工權益的勞動部 所下轄的勞發署 下轄的北分署裡面的現況 你們這些人喔 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而且很過分 嘴巴喔 說著說要捍衛勞工權益 結果現在咧 連勞工朋友都走上絕路了 你還想怎麼樣 民進黨不是說 勞工朋友是他們心中 最軟的一塊嗎 民進黨不是口口聲說說 勞工多重要 多怎麼樣嗎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而且明明二三月就已經 好不好 就已經有 將近八十一名員工 離職了 或調職了 那請問一下都沒有人要查 都在放水嗎 那當時的部長是誰 當時的部長就是許明春嘛 所以許明春是仗著怎樣 仗著是菊姐的人 仗著是花媽的人 就可以為非作歹 就可以末世一切 所以我就講 你謝宜榮也好啦 謝宜榮是霸凌者 許明春你就是加害者 因為你選擇末世 不管這一切 你們兩個人都有罪 你們兩個罪是平等的 你不要覺得說 你切割了這個事情 就跟你許明春 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不好 我就跟大家講 前年都講 許明春已經正式地從 好不好 所謂的初選列車下車了 好嗎 再來 那當然今天喔 最近這兩天當然也有一些好 也有一些 就是 人啊 就當然大家都很關心這次事件嘛 那 這名無姓同仁的這個家屬 走上親身的無姓同仁的家屬 當然也有透過這個聲明 給大家看 那我來大概念一下他們的這個聲明 他說啦 是無姓同仁的家屬 那 非常感謝各界對此事的關心 我們對他離開 萬分的哀痛 震驚 但也知道他在工作上發生了 也想知道他在工作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受到什麼樣巨大的壓力 讓他忍心拋下摯愛的家人 但他們也講啦 那這件事已經移送檢調調查 我們不便對外發言 那 也請媒體朋友體諒 年邁的父母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痛和心酸 不要再打擾他們 讓他們每天心如道革之外 還要承受各種驚嚇 這不是也是一種清零嗎 讓他們只有無止盡的眼淚 拜託大家行行好感謝 我覺得現在此時此刻我覺得這件最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該負責的就一定要負責啦 那再來是 我拜託一下好不好 我們的民進黨的好朋友 民進黨的這些人 麻煩好不好 你們好好的 把這件事情查清楚查明白 不要再關關商戶了 為什麼勞動部長許明春可以在勞動部呆了七年多 大家想說哇一切事情都沒有 結果事情這次捅得很大 一掀開來才知道 哇裡面多邪惡 裡面多恐怖 到底是誰縱容的 是你蔡英文嗎 是你陳菊嗎 那我就反問賴欣德 如果現在要你去查許明春 你查不查 我就直接公開的講 賴欣德不是說要把事情調查清楚嗎 把這件事情 整件的事情來龍去脈給查清楚嗎 為了避免未來再發生類似的霸凌事件嗎 那我就問賴欣德 你敢查許明春嗎 如果你查了許明春 你再跟陳菊對著幹嗎 賴欣德你敢查許明春嗎 你今天不是也是道歉了嗎 那你今天之後 接下來不管檢調也好 賴欣德也好 民進黨也好 你們 好不好 敢查許明春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喔 如果賴欣德他根本就沒有這麼大的能耐 他的背後是有靠山的 所以我就講 如果沒有這些靠山挺賴欣德的話 賴欣德不會這麼樣的為非作膽 對 對員工以止氣死 然後呢還可以買禮物 犒賞我們的勞動 前勞動部長許明春 在旁邊那邊捧 對他百般的呵護 就是希望他可以去霸凌員工嗎 霸凌下屬嗎 所以我說這件事情 我覺得如果要把這個幕後的長徑人揪出來 我就直接講了 我覺得漠視這一切的就是許明春 你就是要把他抓出來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他添加五種EGF 他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效精華 精華霜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公邏 公邏 通訊 公邏 公邏 公邏